先解決這個下面這兩個好了 因為我們的Difential Gosses Mapping 是什麼? Self Adjoint, right? 所以你還記得嗎? 這個兩個是可以換的 也就是說因為這個是Self Adjoint 所以我們的NuSv其實可以寫成Nvsu 所以代表說這兩個其實可以合併寫成一個 好,那再來我們再看一下 因為這個SU跟N Inner Photo一定要等於0,對不對? 因為他們是Permaticular 好,那這個SU呢 Nu 它已經等於0,老師在對它做 U的微分也是等於0 所以這裡就會變成 SUUN加上SUNu等於0 所以我們就得到 X就是 就是 Xuu或者是 我寫翻過來好了 負的Nu Xu 會等於 Xu U N 從這裡只是把它移過去 好,那因為這是Symmetric 那因為這是Symmetric 所以老師哪一個放前面 哪一個放後面應該沒關係 好 那 這個還記得這是誰 我們說這是我們的 Second Phenomenal Form的 small e 有沒有 有齁 想起來了 好 那一樣的 如果我們一樣做同樣事情 就是 Xu 如果N 我去對V 微分好了 我就對V微分 所以這時候 你可以知道說 Xu V的 N呢 好 會等於 負的 Nu Nv Xu 好 那這個呢 這邊這個人是誰呢 這個就是 我們在 之前 說的 F 有嗎 沒有嗎 還沒嗎 都還沒講 好 好 那我們 欸 老師還沒講F嗎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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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還沒有 喔 我一直以為 喔 好 那對不起 因為實在 這個可能很順 就忘記 欸 我以為 欸我們 三次要沒有定嗎 喔 沒有沒有沒有 對我們直接去算 K1 K2 對對對 對不起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我想太快了 我把它想成說 我們已經定過了 好 XV 無圖 好 那XV 一樣可以變成 XVV XN 會等於負的 N N N V XV 然後這個就是小 小G 好 那這個有一點點意思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好 我講一下好了 我有 E F G R D Co-efficient of Second Fundlemental OK 好 那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說 如果這個就是我們的 small e small f small g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會變成什麼 我們剛剛下面這兩個 就是 F 有關係 對不對 兩個F 上面這個呢 有一個負號在前面 所以這個是E 來 這個呢 G 好 那下面就剛好是F 所以我們就剛好 很好 可以得到一個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 所以 我們知道 Second Fundamental的 alpha prime 會等於什麼 E的 這個prime 平方 加上兩倍的F fprime vprime 加上G vprime 這是 Second Fundamental Form 可以嗎 好 那這個E F G呢 都是 coefficient of Second Fundamental Form 就是在這裡 好 那為什麼這樣寫呢 好 我們可以回來這裡想一下 好 我們 找這個 這個是 Second Fundamental Form 那我們 按照我剛剛這樣算 算到這裡來 那如果說 書上其實就在這一行啊 就寫 從這一行就直接寫 這一行 好 那也就是說 一般很多書上就直接會寫這樣 E就等於 負的 N V X 這個 好 那 F呢 就是等於 負的 N V X U 或者是可以寫成 負的 N V X V 都可以 G呢 就是等於 負的 N V XV 老師寫的這個黃色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看 這個會等於 就是 N的 X U 這個 會寫成 N的 X U 好 最後一個可以寫成 N的 X V 不知道你會不會覺得 當我可以寫成黃色的時候 如果現在要你算 你有沒有覺得比較開心 因為為什麼 你只要Promatization來 你開始對它算一次 通通算一次微分的時候 是 會跟Promatization 有關係 現在你算兩次的時候 就會跟Promatization 有關係 可是如果你 實在堅持 不想用黃色的 你要再算 你就發現 你要先去找出 N出來 然後再微分 有嗎 是不是比較煩 一點點 好 可以嗎 好 好 那 我們剛剛已經說了 其實 如果你這樣直接帶進去的時候 好像可以看出來 這個 這個 你看這一邊 從這邊的看 就是直接寫 直接寫 好 寫到這裡 好 所以這個是非常standard的 我們就 這樣第一個 星星好了 好 好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那這裡 你知道說 會有這個 alpha prime 我們是可以寫成 su u prime sv v prime 所以它可以寫成這樣子 好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 那個 黑板的最左手邊的 最後一行 好像會看出來 如果真的去算 會算出來 跟什麼有關係 如果我們帶這個 equation of 這個 Wingerton 就是剛剛老師寫的 這邊的兩個equation 如果帶進去的話 你會看到 好像那個式子 會跟 1st form of phone 有關係 這個會 這邊是 2nd form of cohibition 所以好像有一個 information就是說 2nd form of cohibition 跟1st form 有一點關係 所以我們接下來 就要想 找什麼樣的關係 OK 這樣可以嗎 那當然也可以直接 就從這裡 算出來去比好了 那 我就 我就從這個 definition 算好了 好不好 那你當然有同學 可以從這裡 這行就開始寫完 就可以比 好 那老師只是為了間斷 每一項寫給你看一下好了 那也就是說 我把這個 譬如說1 suppose是為剛剛寫的 所以我們是可以寫成n 然後x 那這個可以寫成-nu su 所以我們把它寫下來就好 就是說-nu是誰呢 nu剛剛有寫過是 a11的su 加上a21的sv 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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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裡就很快可以看到 這是-的 a11的 capital e 減掉 減掉 a21的 capital f 好 那這個e跟f 是這個coefficient of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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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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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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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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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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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 2 3 2 2 4 好,那我們看G,G是等於n的xvv,my definition是負的n的vxv,所以寫下來是等於負的這個a12的xu加a22的xv,xv,好,那就是等於 a12的f,加上減掉a22的fg,好,有沒有問題,你們也要順便幫老師看看,如果有錯了,趕快改,好,所以就是說,剛剛我寫在 最後這一行,把他整理一下的意思只是,老師現在把他細一點整理一下,每一個term寫一下,就coresponding,你也可以把剛剛在這裡這一行,自己把他寫完以後,然後去比也可以,好,那我就是現在把他寫下來,好,所以現在一個很高興的事情就是說, 喔,我們的2ndfg的coefficient,好,可以,in terms of 1stfg的coefficient,所以代表說,我們如果要來算這個什麼,高式curvature, mean curvature,好像是,只要去看這個,1stfg跟2ndfg的coefficient就好了,對不對,因為你可以看出來說, 所以說,當我們之前,我們要去算這個principal curvature,不是會跟他有關係嗎,那現在是跟這些efg有關係,可是我們efg又會跟captor f跟captor g有關係,所以代表說,都很好,可以有一些relations,所以也就是說, 高式curvature,它其實不只是表現出inner的,就是inner的geometry,我們說inner就是指distant,那distant就是firstfg的form,那這個outer就是外面的sharp,是secondfg的form,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高式curvature其實應該跟inner跟outer都有relations,OK,好,那我們寫成這樣的時候,好像,可以看出來,好像不夠 好看對不對,好看對不對,好,我們希望可不可以好看一點點,那我們都有寫過線音代數吧,那我們就想說,我們可以把它寫成漂亮一點的樣子嗎,好,所以我就把它寫成這樣說,好,從這個,1234呢,我把它寫成這個樣子,we have,我們可以把它寫成這個,這個, E,F,F,F,G,然後這裡會等於A11,A12,A21,A22,然後這裡會寫成E,F,F,G,好,好,所以我們寫成這樣以後應該蠻開心的,好, 好,那我們就希望真正的把這個寫出來 但是為什麼要寫這個? 各位想想我們為什麼要寫成這個呢? 記得那個A11、A12、A21、A22是怎麼來的? 它是不是跟我們的NU跟NV過來的? 所以它就是一個Matrix 那我們的N之前在3-2所學的 如果你要去算它的Matrix 它的這個,如果它是好的,它可以答一個NO 所以我們這個A,這個Matrix 其實是會跟它有點關係 但是剛好會反過來 因為如果我們把它DN 我們DN的時候 可是我們DN的時候呢 應該說DN的時候,其實應該寫成這樣子 就是當老師寫成NU、NV的時候 那時候這裡可以寫成U'V'的時候 然後是可以寫成A11、A12、A21、A22等U'V' 就是之前的時候寫成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其實這個是 就是會跟我們之前所教的說 你每次去看它的DN是有關係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寫成這樣是為了要看這個 有什麼好處 好,那我們現在看 所以我們現在看說 這個 這個 這只是這個 應該是幾秒 幾分鐘之前的 好,這一個 這一個 這只是寫法 好,沒關係 我們現在從這裡開始過來 好,因為這只是讓你想起來說 這個是跟這個 DN有關係 就是這個Matrix有關係 好,那現在既然有關係 所以我就希望我要focus看它 那我要算它怎麼辦 現金代數怎麼教 如果我只要算它的話 那 所以我就變成 兩邊要成立什麼 這個的Inverse OK 好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變成這樣子 所以我的A11、A21 A12、A22 可以寫成什麼呢 就可以寫成是 負的 EF FG 然後 大F 的Inverse 好 以後 現金代數這個Inverse 怎麼算 會算 這個呢 是怎樣 記得嗎 是等於Determine 一個A 然後呢 它的什麼 這個的話 就G F F E 然後有負號嗎 有 對 對 好 希望你記起來了 如果忘了要回去查 現金代數 好 好 我們算到這邊 然後就把它算出來 就 既然知道這個可以寫成是 就是 負的 EF F G 然後這裡可以寫成是 這個 EG 減掉F平方 然後這裡會變成 G E F 負F 好 好 然後所以我們就逐向的看 好 就是 看 A11等於多少呢 A11就是這個 乘上這個 然後除上這個數 Right A21呢 就是 這個 然後乘上這個 除上這個數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 知道A11呢 好 就是這個數 乘下 那前面有個負號喔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寫成 這個 EG 減掉F平方 好 然後前面有個負號 本來是 EG FF 可是 FF是負負的正 所以就變成 F 嗯 F 減掉 EG 好 然後呢 A A12呢 會等於 EG 減掉F平方 所以會變成 G F T F 然後 F G 那 c C C ELLA 然後這裡就會變成 E F 然後 F E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呢 一樣是這個 F E 減掉 G E 好 可以嗎 A 2 E 少一個負號 你說 A 2 E 少掉 E F O E F 對 所以應該是 E F 減掉 F E 對了好 對 OK 數字的第一個都是小寫的 OK 這樣就很好記了吧 還是不好記 這個2就是F 小F的大F 然後小E大G 對 好 不過我不 就是 只是說 只是萬一寫錯 這樣子而已 好 所以我們蠻開心的 就是說 這是我們Difential 這個N 的這個matrix 當然你知道 位置有點不一樣 因為這兩個 應該transpose 對 有點不一樣 但是你就已經看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 這個 跟這個 我們可以去算這個 算出來的 每一個 每一個 竟然會跟什麼 都有關係 不知道什麼 法蘭鳳跟 2nd法蘭鳳的 然後 這 真的很開心耶 好 就是你不用在那裡 算很多 很多 辛苦的事情 好 好 那當然我們接下來 就來算說 那我們的 Gauss Curvature 跟 mean Curvature 那很快的 你可以看出來說 因為我們 Gauss Curvature 就是指說 這個matrix的什麼 那時候說是它的 determine 那雖然這個是 好像反過來 可是其實是 determine是一樣的 所以你其實很快 可以知道說 因為Gauss Curvature 就是等於 determine 這個A 比如說 我就稱為這個是A 不管是A 或是A的transport 沒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 他determine 就是A1 1 乘上A2 2 減掉A1 2 減掉A2 1 來 那你就馬上可以看出來 這個可以等於 E G 減掉F平方 然後上面呢 E G 減掉F平方 好 全世界有沒有這麼漂亮的公式 好像沒有耶 就是它 對不對 超快的 empotor 怎麽 D 就是 您 這 我們 今天